百腔超帅气 国旗兄甜妹 阿贝男招架 昨天是国庆日 全台各地天气晴朗 来看看昨天各地有哪些精彩庆祝活动 先别管军乐队了 大家比较想看这个 先评过来评过来 台中艺语老师Tony Chen 昨号召补习班的学生与阿公阿嬷 举行骑海飞扬歌唱会 还请来帅哥辣妹 国旗装创意造型挑选 只见许多阿贝前铺后继 试图将手中的国旗贴纸 直接攻顶 让低来面妞妞 只好不断以国旗护奶 而每年国庆大会的重头戏 三军一对枪法表演 今年也很有看头 精神斗手的军乐 整齐换衣的步伐 除了基本及进阶枪法 强颈部的拉抛枪 并引向六米距离双人对抛 立刻赢得现场掌声 还有拉拉队表演 迷你版拉拉队 美丽的国庆精彩 民俗记忆表演 新北有骨牌表演 桃园平镇国旗达人张老旺 自费挂上两万七千多面国旗 上午九点升旗典礼 上千民众参加 今年已是第十九年咯 新竹有鹿烤 台中丢彩粉 与举牌小人创办人一起亲生 台南眷村一片国旗海 老老少少游街 亲和国庆 台中市议会国民党团 昨上午在孙文头像前 举办音乐会 高雄护镇事务所登记结婚 还可以跟最夯的小鸭合影 花莲门诺医院可厉害了 以次洁生九位国庆宝宝 台中也有国庆宝宝 现在再来看一下 可爱的兄弟妹吧 有新闻 台湾人真可爱 报告 你是人家一个才一点